環球大戰線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敏 今天網路版本的時間 邀請到的是張靜老師 各位觀眾大家好 謝謝大家 好觀眾朋友今天張靜老師來 我們要跟大家先聊聊烏二戰況 那我會先講一下CG 你先喝你最愛的越南咖啡 謝謝 你知道這個咖啡 自從你上次喝跟我說很好喝之後 因為一開始是第一包是跟朋友借的 然後後來你跟我說很好喝之後 我就跟他借一包我也很喜歡 結果後來我自己又跑去 那個附近的越南店又再買了一包 而且他最重要的是 他又便宜又好喝 他真的很好喝 對又便宜又好 其實他很香 對他很順口 好你慢慢喝 謝謝 我們給他講很嚴肅的 所以我繼續講CG你喝 好 我們今天要跟張靜老師來聊的是 來自於美國商業內幕的報導說 美國軍援烏克蘭的這個M-89 M-982的這一個 這一款是神箭導引的炮彈 集中效率現在大幅的降低 從70%降到6% 那當中其實就是跟電戰有關係 就是他把他攔下來 但是其實我們今天要Focus的事情是在於說 美國國防部的次長這位是拉普蘭特 他說的這句話 我在看到這篇報導的時候 蠻有感覺的 他說呢 現在武器在烏克蘭因為各種的原因失效了 那他也認為說 他暗示說烏軍現在對美國的這種實驗性的武器已經失去興趣了 而且用三次他們就會丟掉 其實我想要來看看說什麼叫做這種實驗性的武器 難道是在烏克蘭那邊來做試驗嗎 那過去美國是否我們來看過去的歷史 是否常常用這樣的方式 就是將這些所謂實驗性的武器用在世界各地的代理人戰爭當中嗎 這是想要來看的 是他們用此來測試成效嗎 另外一個議題 戰爭之下 其實我們每天這樣講那個大大沙沙各種武器什麼 哇 可是很很直接的就是一個人性 這一位是98歲的一位烏克蘭的老父 他拐著拐杖穿著一雙拖鞋 他說他一個人在這場戰爭當中 他經歷過二戰的存活 現在沒有想到他的人生又經歷了下一場戰爭 就是烏克蘭戰爭 他要逃難走了10公里 沒有水沒有糧食 摘倒了好多次 他全部靠意志力在逃難 那他也說了他可以撐過二戰 他認為他也可以撐過去這一次的這場戰爭 想要請教老師 戰爭下到底有多殘酷 這是台灣人能夠承受的了的嗎 好我們先來看到 剛剛提到了這個M982神箭導引炮彈 為什麼現在在烏克蘭的命中率大幅下降 我想大家應該要有一個體認 我們有一個就是文學名書叫Anna Carolina 這個俄國人寫的 他也講說幸福的家庭啊 他的原因都一樣 但是不幸福的家庭啊 他的原因啊都各自不同 那同樣今天啊武器能夠從發射到集中目標 你每一個環節都一樣 那也就是說所有命中的炮彈 他的原因都一樣 就是每一個環節都沒有出錯 但是你今天啊這個造成這個任何一個環節會出錯 這個精密導引的這個所謂神箭這個炮彈 他主要是靠的慣性導引跟末端有這個所謂的GPS 接收GPS的信號 現在大家的推測 就是啊是因為GPS的信號受到干擾 但是呢他其實啊 他之所以沒有命中目標啊 他有很多原因 第一原來的目標的觀測 就根本就那邊就沒有目標 就他搞錯了 就往那邊設計 你當然什麼東西都打不到對不對 第二個就是啊 你原來啊這個就火炮 基本的方位你要正確 你萬一啊打的實在偏太遠 你後面啊最末端的彈道 接收到衛星導引的信號 你也拐就是拐不過去了 調整不過去 因為他打出去之後 他後面有啊 這些就是幫助他飛行 而且可以改變他姿態 跟他協助他導引的這些滑翔翼 這樣這個口徑啊 基本上呢 比以前的這個最早的 他的前身呢叫銅班蛇的 這個炮彈Corporate Head 那個也是同樣類型 但是那個銅班蛇 他所要求的規格比這個神劍呢 其實當時還更高 這個神劍炮彈呢 他是最主要是給這個155公里的做 所以他基本上來講的話 在這個惡物戰場上 不算長耶 155公里 不155公里口徑 基本上來講的話 他只在惡物戰場上 在烏克蘭呢 這邊用的話呢 只有M拐拐拐啊 這個就是自走炮 跟這個由波蘭所產製的 就是這個AHS的Cram 就是那個波蘭語的這個螃蟹 就是那個 那個就是英語中的螃蟹 但是他的拼音拼法不一樣 只有 但是那個也是155公里口徑的 那這個155公里 基本上來講他用的這個設計的方式的話 有很少啊 是打點目標 讓精準來這樣設計 他有時候是打大量的這些彈幕來設計 但無論如何 今天我們這個數據說 已經從70%降到6% 我們今天從這個數字上來講 說我們今天啊 你如何知道他是命中是6% 對不對 你要命中6% 你要去啊 打完之後 你要去做戰果的這個檢驗 對不對 你要確定你打到一個數字 然後呢 究竟命中呢 這個什麼叫命中 你去把他打了全毀 還是把他打了半死叫做命中 對不對 因為有時候你 我們今天打了一個彈丸對不對 我們為什麼說 哎 我們說這個盒子武器啊 這個很容易啊 這個就是說殺傷力很大 就算打的不太不太準 你知道但是他的 這個殺傷辦件很大 所以他有涵蓋面啊 就是說可以涵蓋你的目標對不對 那155公里 假如今天是打一個很小的目標 而涵蓋了半面那麼大 那你自然命中的可能性比較大 萬一那個東西這麼大 你要打到這邊 打到左邊還打到右邊 你這個到底算命中 還是不算命中 所以啊 你今天啊 大家說很武斷的一個數據說 70% 然後就變成6% 我覺得這個商業內幕啊 卻要寫的這個東西 有很多的計算的細節 這其實是很複雜的 對的 而且呢 我再重複一遍 你每一個環節都不能錯 這是我剛開始講 你知道 只要命中的炮彈 他的原因都一樣 初始的方向很正確 涉及的時候啊 很啊 這個過程很正確 彈藥的保養啊沒問題 到了那邊很順利的接收啊 末端的這個GPS信號 然後呢 他的這個後面的這個 就是這個幫助他 協助導引彈道的滑翔翼 順利的展開 所以你每個環節都要 但是我還是要強調一件事情 因為啊 這個 這個神劍這個炮彈是2007年首度啊 是在這個伊拉克戰場 跟阿富汗戰場上去用的 那段時間 美國是整個是優勢的兵力 他對於要整個目標的獲得 以及初始的這個接戰 這些啊 你對的是一個相對比較弱的 這個敵手 你所有的東西都可以把東西啊 這個程序做的很準確 那今天惡物戰場的時候呢 是你今天要打第一發之後 很可能人家反炮兵雷達 就立刻爭執到你 所以你打完之後 你急急忙忙進入第二個陣地 所以那個跟原來在伊拉克 跟阿富汗 美國以優勢的兵力 然後好整以下來打的話 但那個情境又是不太一樣 對 所以這裡頭太多的變數 我不覺得你要把它全部啊 去乖墜在這個炮彈 或者說人家電戰干擾 其實俄羅斯確實用電戰干擾啊 這個是這個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但是他不是干擾的 每一個讓每一個武器都失效 對不對 而且你今天要干擾GPS 後面的這個就是說這個頻道 你只能用整個的強有力的折磨干擾 你沒有辦法用法 其他的更精細的電子干擾的方式 而且最重要是軍規的GPS 他用的那個是加密的這個傳送的信號 所以你原始的目標 你原來資料沒有設定正確對不對 這個目標明明在這 你設定在這 你怎麼打 打得再準 你也是沒打著啊 對不對 那你算起啊 在戰國的時候說是你是錯誤 但是你真正錯誤不是炮彈的問題啊 對不對 他也可能不是干擾的人 可能也是 非常的命中到一個錯誤的 你原來指向的地區 所以這個因素實在太多 但我還是要強調一點 您剛講說是不是有可能把什麼實驗性的武器啊 送去啊 然後來這個實驗 我要跟呢 這個這個觀眾朋友講 在軍備的市場裡頭啊 哪一個東西啊 真的是一戰成名啊 立刻啊 就會在國際的軍備市場大賣 其中最有名的案例也是什麼呢 就是福克蘭的這個就是海戰的時候啊 飛魚飛彈 阿根廷啊 用超級軍旗的這個戰機 阿根廷海軍啊 打了一發飛彈 當天啊 就是把它集成的HMS的雪菲爾 那個時候雪菲爾 這個挨了這一彈的重創 結果馬上飛魚公司 那個那個電話 那個想不起 全世界大家都要來遞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我們今天啊 在國際軍備市場之中 經過實戰驗證的 你知道 他確實就是一個信譽的保證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我就講說 我們有很多時候啊 就在啊 原先炒創的階段 或者研發的階段 吹的非常響 就真正的出來之後 就發現啊 用起來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像夢幻型的驅逐艦對不對 你知道 像對不對 像這個濱海戰鬥艦 美國也有做出的很多這種東西 同樣的俄羅斯也有 中國大陸也是要生產出某些軍備產品 所以我們都要知道 很多事情啊 聽聽廣告詞是一回事 還是要經過實戰驗證 是好 所以說還是要經過實戰 但是還是想要回歸到 問老師是說 有沒有 美國在這過去的這些年 幾十年 甚至上百年 有沒有利用所謂的這些 代理人 戰爭的這樣子的一個 背景之下去測試他們的新武器 有啊 當然有啊 我們當年也是不有啊 這個我們全世界之中 美國空軍啊 配備F1動作 第二個就是我們啊 對不對 全世界第一個用搶尾蛇飛彈 在實戰之中擊落啊 那個就是對手的 就是中華民國空軍啊 所以連他們 我們在 就是說 航情最高的時候 拿的就是最先進的軍備 到後來的時候越來越啊 你其實從現在啊 就是軍售的 能夠對我們開啟的項目 你大概也知道我們今天在 這個美國啊 因為你要知道 美國對我們軍售是 為了貫徹他的國家安全利益 所以從哪些檔次的東西 我們買得到 你大概也知道 我們在他們心目中的價碼 那現在價碼是落在 呃 個人判斷 哈哈哈 對不對 我想啊 你要問現在當朝的政治人物 他一定跟你吹噓了 非常高 但是你拿出以前啊 他們最不喜歡的 所謂的那個 民國65年 50年那個時代的啊 你會發現我那個相對的 比行情要比現在高 那個時候我們用的都是 就是美軍啊 幾乎最精銳的東西 我們都有 老師你怎麼看 那如果以 道德這件事情來講 放在這些國家 做試驗 你如何看待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是完全正常的 你覺得是正常的 對呀 這個C斗 用當C斑斗 然後呢 經過他們這個實戰驗證 那個實戰驗證 那個是非常 就是難得的經驗 實戰驗證回歸的資料 但是呢 天下沒有白癡的午餐 你把這個東西給人家去食用 人家用完了累積的經驗獲得之中 你必然還要供應他軍備 也要打折價錢 所以大家很多東西是好來好往 所以說你今天拿著這實驗型的軍備來試 這個能夠獲得某些的經驗 對於自己來去營建啊 這個軍備研發的這個實力而言也是很重要 所以沒有說只有單方面獲利 可是我自己都在危機了 我還要用這種實驗性的東西 你當然能夠用啊 就是最成熟的軍品啊 就是說是最好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 我們戰爭之中沒有唯武器論 你不可能說今天拿到一個千年的寶劍 對不對 那個八大民間在手 你還要有知道劍法 對不對 所以說你很多東西實驗性的來 那有很多時候他就真的是要創其功 我們今天要知道 很多新的這個軍備啊 一出來哦 立刻就顯入很多成效 譬如說當年這個就是在伊士大戰的時候 在那個壕溝站呢僵持不下 突然呢 大家把那個運水的車改改改改 就變成裝甲車 運水車 運水的裝甲車 對 因為這個坦克 Tank就是以前那個水運水的那個Tank 就是從那樣的概念而轉來的 所以我們要知道有很多臨時 臨機移動 然後這樣子去改的時候 哎他一下啊 就是所以有一直性的軍備產品 有時候他在某一個端口 去啊這個就是建了大功 但是很快啊 就是變成同質性的消耗戰 戰爭到了最後 都是同質性的東西在那邊消耗 所以說沒有說是這個有 你能拿到一個天下無敵的寶劍 沒有這種東西 大家也都是在那邊摸索前進 那美國會把這些武器給 其他的國家做試驗嗎 會用在自己身上 也拿自己做試驗嗎 沒有他有很多東西 我們不要講這個神劍 神劍第一開始實戰驗 這是他自己啊 對不對 2007年的時候在阿富汗跟那個 就是這個伊拉克的戰場 他自己實驗過 所以他其實你不能講 但是現在確實有一些 這個其他的這一類機密導引武器 確實是拿給烏克蘭 去啊這個實驗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誠如我剛剛所講 你在有絕對優勢 豪爭以下去這邊啊 去要試驗這個軍品 跟你啊已經被打得滿頭包 你根本就沒有那個閒情意志 而且也沒有那個資源 最重要是你在整個實驗的過程之中 你不是東西交給他對不對 他弄他可能要試驗完之後 和這個哇很多的經驗 就還人還沒有離開戰場 就被人打死了對不對 所以你去交給人實驗的時候 你也必須要跟進去瞭解他 真正實戰的狀況是如何 我必須要講 當年這個法國把這個飛魚飛彈 賣給阿根廷的時候 他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啊 這個飛魚飛彈會打在英國船上 打到自己盟友身上 那法國人當然是很高興啊 這個馬上就是這個陽明立萬 這個飛魚飛彈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在外交上 你知道他也不得不答應啊 這個就是英國人說 那後續的這個 這個阿根廷那邊後續的後勤補給我要斷掉了 你知道所以有很多東西我們國際啊 這個關係啊錯綜複雜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中 你需要靠別人啊 這個好友一比 這個烏克蘭現在去跟俄羅斯啊 去啊這個打仗啊 就好如今天啊去這個賭局啊 烏克蘭是借了人家的籌碼 到了當鋪高利貸去啊周轉了錢 然後去當賭注上賭桌對不對 所以你今天要去啊這個就說賭局中 你一定要拿自己的本錢 你不能拿借來的本錢 你拿著借來的本錢 你將來就很容易一下就沒了對不對 而且你要付出的代價也很多 你光吃那個利息就受不了啊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我還是要講 你要自立自強 而且呢 富國強兵 你要能夠把經濟搞好 你才能夠把軍力弄好 這一切都是 但最重要的一件事 最好是不要打仗 對 因為您剛剛講的另外一個例子啊 就是說這個98歲的 98歲的老奶奶 對 他說哎我以前啊就稱呼 這個世界大戰 對不起啊 20世界大戰 結束的時候1945年到現在 已經多少年了 80年了 他今年90幾歲 所以當年的時候他只有10幾歲 你在十幾歲 對啊你在十幾歲所能撐過的事情 不是代表你90幾歲也能撐過 你可以在嘴巴上講說 哎我當年那個可以撐過 我現在還是一定可以撐過 對不起啊 我們這個人會老 我們的體能也會衰退 我們這個事情的判斷也對 而且當年的那個戰況跟現在的戰況 對不對 他反而說他覺得這兩場戰爭 他都經歷過 第二場他覺得比較辛苦 當時他認為說那些炮彈主要在戰場 現在是說他走過的路上 樹木啊房子啊什麼全部都被炸毀 全部都倒塌 他說這一次他反而覺得更辛苦 對的 因為啊 當時所經歷的戰爭 跟現在所經歷的戰爭 整個人啊 就是說失誤給死民是不一樣 現在的戰爭呢 這一次的厄戶戰爭呢 他就是要去投入 而且消耗的層面啊 其實是 遠比20大戰的時候 紅軍啊 這樣子啊去要擊敗納粹啊 那個更多 要更嚴重 而且火力更強 但是你說這個敖戰啊 而且啊犧牲最慘動 其實在烏克蘭那個地區啊 當年的 俄國共產革命的時候 白軍跟紅軍也在那邊廝殺了 這個一兩年的時間 所以戰爭呢 就很多時候有很多東西是很殘酷 而且兼斃親野殺人無算 你想想看在我們呢 這個就回溯我們自己的歷史中 從那個張獻忠把四川人都殺光了 最後來從湖 在湖南呢 叫做四川空啊 吳廣田 從湖南跟廣州把整個縣的人搬過去 所以為什麼今天到四川 有很多地方都在講客家話 他是把湖南跟廣東的整個縣搬過去 那你要想到這件事情 在那種就是說 人家講說這樣殺人遍野 犧牲慘重的狀況之下 我們仔細要講一個這個最良心話 我們今天要戰爭 誰的補給跟他的待遇 是最優先被照顧 是現役軍人 他防護鋼盔啊 各種保護的裝備是最完整對不對 然後呢 想盡量把軍糧供給他 不要讓他餓肚子餓肚子他怎麼打仗 他手中還有武器 可是一般平民百姓 有誰會有這些防護衣 防護的裝備對不對 他對於要狀況的掌握 獲得的資訊通報對不對 他是不是都是在那個整個說 資訊啊 這個供應線的最末端 對不對 他有沒有比較還有機動能力 那糧食萬一中斷的話 所以我們就要講到是 這個戰爭之中 直接被戰火打死的人 沒有啊 比整個這個國家的基礎建設 整個崩盤之後 餓死的 渴死的 瘟疫死的 那個可能會更多 所以我就講說 今天在台灣社會 對有很多人 他是在鍵盤後面啊 打起張來是非常這個就是興奮 非常這個 可是你萬一啊 這個一發現真正的戰爭的 死傷是這個樣子 然後他就會有完全的思維改變 我想今天有很多人就講說 我們動不動這個 在這個社會中說做個民調 說有多少人願意上戰場 很多人都很想對不對 對不起 有很多人認為上戰場 他跟打氣彈一樣 對不對 可是你叫他今天到哪一個殯儀館的太平間 去走一頓 走過一段 然後看看這些冰冷的屍體 聞聞屍體 想法就不一樣 那個想法就不一樣 我們唯有真正的看到 就是說意外跟死傷 用生命去咀嚼 這些真正的現實的殘酷的時候 才會更認真 我們在這個 就是說我們海軍的艦艇 在服役的時候 被人家飛彈鎖定 然後那個警報器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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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一叫叫幾個鐘頭鬼哭神 你就知道那種 就是說被人家 那個拿著手槍指著你鼻子的感覺是如何 你晚上在外島牢勃 然後突然一看那個毛列上來一個蛙人 一群人急急忙忙拿著那個步槍和手槍 往那邊去射擊打了半天 誰都沒有打到 那我們海軍的射擊還是比不上陸據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 在那個緊張的時候對不對 你知道 玩的時候你一回頭一看 有好多人 穿的內衣就跑出來了 應變了 不到那個 就是說你沒有經過生命的歷練 不到那個人的狀況 你是不知道 所以我就想說我們這個 這個台灣面臨很多的天災人禍 經過地震 經過生與死的離別 確實讓很多人成長 但是也有很多人天天躲在鍵盤後面 認為萬一打了那個打戰 重來繼續 這就是邱國正部長所講的 戰爭不是這個電動玩具 沒有就是重置 重來的 有時候我們所付出的代價 那個是非常的 就是說 這個慘痛 而且 最重要是這個 只要開始打 對不對 就會有仇恨跟怨對 我們這個天天講說希望冤家 這個疑解不疑解 我們經過這些的衝突 最後這個累積的仇恨 又要花多少時間去化解 這都是應該我們自己去講一下 所以今天這位這個老太太今天講這個話 但是你要想到幾十年前 你們要撐得過去 現在恐怕真的很難講 沒錯 謝謝 金石跟過去的歷史背景 已經是完全不一樣了 今天非常謝謝 張建來老師帶給我們的分享 今天晚上的正片 我們持續會聚焦在烏厄戰爭 另外也會一起來關心 福建建的下水海事後續 晚上九點正片見 掰掰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淮宇新聞 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 與最新趨勢